近日在上海市大剧场赫然树立的芭蕾舞剧 白毛女的剧服广告 引起世人的注意 有推特网友称 新文革新文艺 白毛女取代小燕子 文革脚步实实在在吓死人了 另有推友说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如果说在同一地方摔倒两次 是人类的特征 那么这次不一样 就是摔倒前的吃人一语了 说这种话的人 或是傻子 或是骗子 或是恶流子 魔都的绰号不急也不利 大家都知道 帝都北京 魔都上海 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在中共国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帝都北京很好理解 北京乃中共的首都 那么上海为什么被称为魔都呢 1920年有一位日本作家写了一本畅销小说 里面描述了当时上海独一无二的兼容性 日本作家认为当时上海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 有一种独特的魔性 所以上海慢慢的就被称为魔都 民国时代的上海 曾经超越当时的东方蜘蛛香港 雄霸世界金融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 上海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 沦陷之后就一蹶不振 难有辉煌 不过现在在旅游业新生的趋势下 上海也是很多人的旅游首选城市之一 春松烧风被上海的纷杂喧闹和异样所迷惑 他称自己晕眩于他的华美 腐烂于他的淫荡 在放纵中失魂落魄 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 于是欢乐惊喜悲伤 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闪耀着远东第一国际都会的夺目光彩 后来也出现过像上海作家张爱玲等 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巨星 也出现过江青 张春桥等祸国殃民的第一端政治戏子 中国人都把上海叫做魔都 恰好对应中共兴取于上海 和江泽民以上海为巢穴这两件事 魔将走向毁灭的道路 魔都的绰号不吉不利至极 红色旅游的魔影再现 据中共在井冈山尊以沿岸等地 建所谓上海红色资源 招来游客的虚假宣传之后 想要在上海重新寻找 它当年的多种文化背景下 昌盛繁荣的昔日影子 据人民网报道 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 上海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委员会 上海市党史研究室联合中共一大 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四大纪念馆等举办 初心之地红色之城 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 此次巡展将展现中共的所谓奋斗历程 勾勒中共在上海留下的红色影迹 展现中共为上海城市精神 所注入的红色基因 据新华社上海6月13日消息 在新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上 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景区游人如智 亚马路是很多游客感受 上海城市氛围的必选项 近日全长7.1公里的红色经典步道 亮相生成 串联起中共一大纪念馆 新青年编辑部就职 中共代表团住户办事处经典馆 等热门红警聚集了不少人气 按照上海市的规划 红色经典步道长度为7.1公里 涉及13条道路 还有扮演隐形导游 协助导览的七个配套改造的街道元素 可以引导市民游客 在石库门里弄中探寻党诞生的过程 并在故居经典馆中聆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和生活的故事 人心道中间的地砖嵌入了黄铜的标志 每七个小标志和一个大标志成为一组 暗含七一的巧思 标志上有红色经典步道 这样和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图案 而在地铁出入口和广告灯箱 公交站台广告灯箱花坛等处 同步震慑了红色经典步道导览图 据澎湃新闻报道 在上海民众追寻红色组级的热情正日益高涨 在我心中 上海最重要的关键词只有一个 红色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员杨宇说 杨宇称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这里既可以看见先辈们 底力奋斗取得的成果 也能感受新火相传的革命初心 红色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例 杨宇说 2017年以前 中共一大会址年接待量在51万人次 2017年甚至83万人次 2018年为142万人次 2019年为146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场馆 渴望解读百年前的年轻人 所坚定的理想信念 中共左派元老 陈云故居 呈4A级旅游区 陈云出生地 上海市青浦区炼唐镇 陈云故居 即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馆区北伊四河南陵西塘港 占地面积52亩 该馆于200年6月6日建成开馆 05年6月8日 陈云同志诞成100周年之陈云 陈云同像在纪念馆落成 据上海市青浦区政府网站介绍 纪念馆由主管陈云故居 手机杯廊及附属设施组成 整个馆区幽静填养 放眼望去 停角交错 绿云婆说 人工和蜿蜒流淌 既有古典的园林风格 又有雄伟壮观的现代气盘 陈云故居 还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释放基地 国家4A级景区 全国重点红色旅游景区 有网友称 共产党里美好人 都是豺狼之辈 祸国殃民之徒 上海为中共元老 陈云修缮故居 并纳入红色旅游景点之举 门票标价为5元人民币 但是仅仅一项 上海陈云纪念馆 2017年度宣传教育经费项目 显示为上海市财政局拨款 运算批复资金为185万8800元 可见这些红色旅游项目 消耗明知明高的程度 红色旅游不仅消耗财富 同时也是中共的租金支出 2021年6月5日 中共同济大学 鬼教院与慈福中心研究生第一支部 来到了陈云故居 参观学习后 并要求党员写出心得体会 发布在网络上 其中一个名教扣截的中共党员 得心得如下 参观陈云纪念馆 在陈云同志一生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 所做出的卓业贡献 我学习到了陈云同志 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 不断学习的精神和毅力 从特科工作到组织工作 从财经工作到纪委工作 每一种工作都需要学习 掌握大量的新知识 因此我们想要做好工作 需要建立起终身学习 敢于打破舒适圈的理念 在人生道路上 永攀高峰 这些事都是党八股文风 这些套话 谎话 应景的话 不过是红色文化的特色 中共的红色旅游项目 基本上都是 湾区历史的七十道名的行为 上海市大剧场 赫然树立的芭蕾舞剧 白毛女的剧服广告 不过是中共红色思潮 泛滥的一个小小涟漪 在全中国的红色旅游项目 不仅仅扮演着 演示真相的作用 更多的下一代学生 会被洗脑成为小粉红 对中共歌功颂德 德国有一个 十八世纪哲学家 赫尔德说 优秀的品格 像诚实和善良 不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 只可能存在于 这种共和制度中 中共专制制度 在大陆十四亿人的道德不断沦上的过程中 起着很大的作用 专制制度依靠的就是谎言之国 暴力维稳 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 也就必然吹声 整体性的社会不道德 所以沉沦的中国是现实的写照 也是未来的写照 故一成 成是古海岩县市所在 也成繁荣一时 人民生活富庶 然而随着人心往下堕落 人们盲目追逐利益 却把道德良知抛在脑后 我们看到 当曾经的东方蜘蛛 香港1997年沦陷后 已经黯然失色 成为死港和臭港 试看摩都上海的未来 命运会如何呢 流亡泰国的反抗诗人一芳 曾就红色旅游的南湖船 写过一首诗歌 他认为 这艘南湖幽灵船 会将全人类带入火湖的地狱 是否应验 请拭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